我曾经听过于世维博士说过 沟通不是一种本能 而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能力 听过这个说法之后 我就再也不会对自己的沟通能力 丧失了自信心 因为我从小一直以为 自己的沟通和表达能力天生就不好 那既然如果这个是可以训练的 那就表示有方法可以改善它 我记得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最害怕的一堂课 就是说话课 不是数学不是国语 而是说话课 那每次到说话课的时候 老师就会请当天的职日生 到学校图书馆去搬回四大乡的故事书 那每次说话课都是连续两堂 所以第一堂课就叫大家 挑一本故事书来看 然后第二堂课就是去抽点同学 上台去说故事 然后把第一堂看过的故事 就讲给台下所有同学听 那那个时候我每次都故意 把那个看书的速度就降慢很多 所以到第二堂课的时候 有时候老师会抽学 那突然抽到我去上台的时候 我就会假借自己的书还没有看完的理由 说哎呀没有我来不及看啊 看他妈还没看完啊 然后就拖延啊 就不去上台讲故事 那对我来说呢 上台讲话是一件非常令我恐惧的事情 所以以前小时候就很讨厌说话课 那一直到了我专科毕业的那一年夏天 我被轮到了要上台去做专题报告 那报告如果没有通过呢 我就没有办法毕业 所以我不得不好好的做准备 在那次之后呢 我才稍稍的降低了上台说话的这种恐惧 到去年2015年的9月 我发现公众演说这个能力 它可以帮助我的网路行销教学的这个本业 所以我还是决定去报名了大树教练的能量演说 能量演说家的这个课程 在教学过程当中呢 我们每一次都必须去实际演练 上台去说话 那下台之后呢 大树教练他会针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去做调整 包含这个公众演讲的时候啊 举着这个案例的一种适切性 适当性 像群众提问的一些技巧 还有就是自我介绍和专业呈现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训练呢 会让我上台说话的时候 更能在短时间之内就吸引群众的目光 所以一场好的演讲 不但要让听众获得启发 而且要让整场演说呢 比听众自己去看出来的更有效率 在说话的时候呢 不能够去托泥带水 最好呢 能够自自足迹 让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 去得到最大的收获 这才能够让听众对你印象深刻 如果呢 你总是对上台演说 跟我一样是充满恐惧 或者是呢 你在台下能够侃侃而谈 可是你上台之后呢 却是脑袋一片空白的这种人 那欢迎你一起来体验 大树教练的说话课 能量演说家 欢迎你一起来报名参加喔 有你们看这种人 没有人 他今天对我们的心本 现在是有留意的 就能够做到 前走 对 因此